大家好我是Matthew黑超 今天原本不打算拍片 因為老婆有點不舒服 但是當我在這裡按一下電話 我看到我們那位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潔篪霸氣十六分鐘講話之後 我沒有辦法按耐自己的情緒 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份喜悅 首先我建議未看足本版 十六分鐘講話的朋友 看完我這條片 盡快看看我會分享在連結上 或者片尾播一播出來 因為你看完這條片之後 你會覺得中華民族真的復興了 我們對著美國佬是抬起頭的 這次不單止是抬起頭這麼簡單 簡直是空軌他 我們看回楊潔篪委員的十六分鐘講話 頭幾分鐘主要就是耍一下命 耍什麼命呢 我們現在的經濟多好 我們脫貧多成功 我們2035年會做些什麼 2050年會做些什麼 我們這套制度是多好 我們抗疫的成果 主要就是耍命 告訴你現在我們有多厲害 跟著就進氣獄了 跟著楊潔篪呢 你竟然直指你美國佬面前 說你屠殺黑人 說你們國家的人權有問題 喂 好強硬 自治鏗槍 當然 跟著楊潔篪呢 就繼續在數美國佬的不是 即是在說 例如 中國的人民 根據調查 是對中國的政府 非常之滿意 以及有信心的 相反 美國的人民 對美國的政府 根據調查顯示 是沒有信心的 很多這類型的 例子去說出來 事實證明 中國 現在這一刻 的制度 以及環境 以及人權方面 都比你美國好 所以你美國應該管好自己的事 不要在這裡搞分端 不要在這裡搞 香港事務 台灣事務 新疆事務 都不關你們美國佬事 楊潔篪這次呢 是我印象中好像是 接近唯一一次 我見到一些中國官員 與美國官員 面對面的情況下 有這麼強硬的態度 講出他們的不是 還要講到這麼一針見血 真的喔 直指你美國佬 周圍打仗 透過武力 去推翻一些合法的政權 直指去屠殺 周圍進行屠殺 這次楊潔篪呢 是直指你美國佬 周圍透過武力進行屠殺 跟著推翻所有合法性的國家 好厲害啊 有音樂好搞笑的 幾秒鐘去一去片給大家看 我覺得呢 我們大家都應該要為楊委員股長 大發營營 數完美國佬的不是 說完自己有幾威之後呢 就告訴他們 現在在經濟上 東盟已經成為了中國 最大的貿易夥伴了 相反 歐盟與美國不停地都在減緊 而日本與南韓就是排第二第三 所以其實你打貿易戰是沒有用的 就是告訴他們 你跟我打貿易戰 其實 我雙三十 你都要雙五十 就是這樣 大國風範 跟著呢 楊委員就提及到 其實開這次的會議 是兩國的元首達成的共識 大家管控分歧 互相合作 拉近這個貿易分端也好 是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 作為地方官員 或者國家官員領導 是不是應該遵守 國家元首的意向 管控好自己的態度 大家互相尊重 這次 楊潔篪委員 這個領導 這十六分鐘的講話 令到我深深體會到 真的 毛主席令中國人站起來 鄧主席令中國人富起來 習主席令中國人強起來 現在 這十六分鐘 楊委員是代表我們整個中華民族 這樣 向美國人 展示 我們不怕你的表現 當然 也嚇到 拜登仆街 上世紀 有 戴卓爾夫人 世紀一撲 被鄧伯伯嚇到 今世紀 有 楊委員 和習主席 一起嚇到 拜登仆街 我們去片 看看拜登如何仆街 接著 接下來 希望他們 不要仆街得那麼深 認清局勢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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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